我不喜欢女的 啥 对啊 难怪 我的热情 好生日暗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先脱衣服 不然她扇不干 先脱衣服 孙天哥 这也不介绍 介绍 这是谁呀 严君妹妹 我好像抓到 小年年的死穴了 小年年 小年年 拿走吧 小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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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走了 怎么 你看杨看啊 我看 我快走 常来玩啊 常来哟 说是邻居妹妹 你信了 和你有关系吗 苏年哥 你室友看起来不太正经的样子 你小心别被带坏了 也就是裴叔 云生还好 我 觉得他好像不太爱说坏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 他和他女朋友异地恋嘛 你觉得异地恋靠谱吗 我看挺多女孩子追他的 他都没动心思 还挺专一的 那挺好 那你多跟他玩 少跟裴叔接触 走吧 带你转转 苏年哥 你什么时候喜欢喝咖啡了呀 偶尔尝试一下 好香 对了 你今天来找我干嘛 那天老师问我们要学什么专业 我有点迷茫 你觉得呢 那叔叔阿姨怎么说 我妈当然是希望我考清华北大了 但我爸不教现实 他说顺其自然就好 你知道小语种吗 小语种是什么呀 我们那届有个女生想考小语种 但是我没太了解 只知道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高 那学出来干嘛呀 那就看你咯 再不济你能当考翻译 翻译怎么 翻译就是已经够好的了 对呀 最不济也够好了 而且这个专业主要是考英语 也完全不怕 对呀 我语言千锋那么好 对呀 还这么自信 还是四年哥了解我 好香啊 猜猜 这是送给谁的 猜不出来吧 啊 我告诉你们 这是送给 你的 谁送的 设计器细花学您 我天哪 白富美 哎 你要是顾虑你老家的那个小女朋友 我 我愿意现身 那你去吧 这老话说得好 朋友欺 不可欺 来 拿来吧 我就奇怪了 你说咋没人追我们小年年呢 这身材 这一长相 我都喜欢你了 我谢谢你了 说正经的 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姑娘 我给你介绍啊 没兴趣 没谈过恋爱 是不是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没经验 那你是找对人了 这方面我太有经验了 我跟你说 这以前追我的女孩 那都是追着车跑的 人山人海 啥意思啊 不相信是不是 我不吹牛 这事啊 我能对天发誓 你知道薛宜宁吧 我知道啊 设计戏花你都不知道 就是从军军开始 一直追小白白那个 我给你说给你说啊 我今天算是开了眼镜 小白白是满脸血的 身人物济 这姑娘倒好 一点儿不害怕 还硬往身上凑 一直从咱们寝室呀 堵到了自习室去呢 懂你的也不少吧 那是不少 哎呀 可是 没这质量 我就闷闷了啊 你说你跟小白白是 不相上下 刚开学那会儿 还有好多姑娘打听你了 现在都没音儿了 可能是因为 我在班会上说了句话吧 说了啥呀 我说 我不喜欢女的 啥 啥呀 就当时一姑娘总缠着我 我就随口一说 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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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呀 老有这些雄性啊 打听 我当时还以为呀 你得罪了哪个 大哥的女朋友呢 那以后你就多帮我挡了吧 就说 我心有所属 这玩儿被玩儿闹闹闹 你不能开这种玩笑 我跟你说啊 我钢铁 钢铁链成的啊 看得上你吗 还有余生呢 那我就放心了 我钢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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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